七大工业国集团G7领袖峰会同意 探讨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 目的是希望能够避免俄罗斯 因高油价来赚取战争资金 这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祭出的 最新制裁行动 不过还没有上路就已经被唱衰 俄罗斯不会照办 这心上有困难 而且G7没有对俄罗斯天然气设定上限 制裁力度恐怕因此大减 不好意思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G7峰会场边 揽下美国总统拜登 迫不及待报告和产油国联络的最新进度 恐怕没料到接下来两人的对话 被一旁的记者全程录下 马克宏转述OPEC国家中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沙烏迪阿拉伯已经几乎没有闲置产能无法扩大增产压低油价 马克宏积极想G中斡旋国际事务无奈成效不章 欧美国家一方面积极寻找俄国原油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也想压低价格 不让俄罗斯趁机赚取战争裁员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决定 对俄罗斯石油定出价格上限 G7国家也明白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定上限执行上有困难 加上目前G7国家只对油价上限有共识 还没把天然气纳入规范 制裁的力度和效果引发质疑 有专家警告俄罗斯不但可能不从 若要反制也可能减少供给 将再推高能源价格 G7的价格上限手段根本难以落实 记者王宣伟李智英综合报道 V于是传染被俄罗斯宣众